在228事件里面我们失去了很多精英 这些人不只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很多贡献 也是当时台湾社会的中流砥柱 他们的消失让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当228事件爆发以后 台北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积极研理出32条处理大纲 希望透过谈判的方式 替台湾人争取应有的权利 希望能米平之前的社会冲突 陈怡原本表现一切都能谈啊 我都OK啊的态度 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3月7日的晚上 除委会的委员去找陈怡 陈怡突然就翻脸不认人了 拒绝了所有要求 毕竟来自党的援军就要到了 我也就不演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拖延时间 但这些台籍基因们还不知情 继续在中山堂讨论台湾人的未来 当军队在3月8日晚上 登陆基隆以后 马上对基隆港周边进行镇压 毕竟在陈怡的眼里 这些想要政治改革的精英分子 都是潜在的威胁啊 援军到了以后 陈怡马上下令 包围中山堂跟日新国小的礼堂 针对还在开会的 处委会发起总攻击 顿时枪声大作 参与会议的人四处逃窜 很多人来不及跑而被捕 除了台北跟金融以外 镇压部队每到一个地方 就会在街上开枪进行扫荡 法治跟先前的承诺 全部都只是说说而已 当时的台籍精英们认为 应该还有和平谈判的空间才是啊 但在国家机器的面前 这些想法全都是浮云啊 被捕的台籍精英们 其实他们在日治时期 都受过了良好教育 对推动台湾政治改革 都有着崇高的理想 像是明报的社长林茂森 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哲学博士 返台以后曾经担任台大哲学系的教授 并担任代理的文学院长 他在1945年创办明报以后 就经常对时事提出建议 在当时的政府看来 就是妥妥的坏分子 明报社论常对台湾民主 还有经济发展提出愿景 也常揭露政府施政弊端 1947年3月4日 林茂森还在储委会发表谈话 督促长官公署要公平 要有建设性 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过激言论 但他3月11日清晨 在家中被捕就一去不返了 那应该有人会问 警备总部是根据什么标准 哪条法律在抓人的呢 其实他们锁定的目标 都是当时素质比较高的台籍精英 他们除了积极参与正日事务以外 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声望 不知道这时候的国民政府 抓人的动机是为了平息动荡 还是要肃清政敌 当时台湾因为经历日治的关系 在文化、知识或生活水准上 已经跟中国大陆有不小的落差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228事件发生的当下 这些台籍精英们的迅速集结 组成处理委员会 他们希望透过和平对话的方式 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但陈一你知道的 他不听这些意见 因为对长期打内战不重视人权的国民政府来说 这些政治改革的意见 都会被认为是意图模反 企图颠覆国家 所以那些批评政府施政的报社 就成为先被打压的对象之一 过去通过报纸来批评时政 已经是台湾人的家常便饭了 除了明报的社长林茂生以外 时任台湾新生报总经理卵朝日 和日文版编辑吴京烈 都在清乡工作开始以后 直接被军方给带走 在画面上的是台湾新生报的 新生报业广场 接下来我们来讲他们的故事 卵朝日出身屏东望族 就读总督府国语学校 毕业以后赴日留学 之后返台经商 1932年在台湾新民报工作 二战后担任台湾新生报的总经理 但在228事件爆发以后 详识报道了当时混乱的状况 事件爆发当时 卵朝日因为气喘在家休养 听到身后的朋友 莫名其妙的就被捕失踪了 身为长女的卵美书 劝爸爸必必封头 但卵朝日表示 我又没犯什么罪 为什么要跑呢 刚说完不久就听到敲门声 居然是五位便衣要来查水表 他们说报社有重要的事要商量 把卵朝日给带走 吴京烈在台北出生 后来到日本东京青山学院文学部就读 回台以后就在台湾新明报工作 先后担任台南和蓝阳之局长 二战后因为绝大部分的台湾人 还不熟悉北京话尔 所以在被国民政府接收 改组的台湾新生报工作 被聘为日文版总编辑 当时的日文版记者编辑 七一色都是台湾人 中文版引进比较多 二战以后来台的中国籍人士 大家在语言跟习惯上不一样 报社也就分成两派 中日两版之间的风格内容也差很多 日文版的报纸敢于揭露 批评当时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跟政府站在了反面 被国民政府视为大麻烦 所以日文版在1946年就被废掉了 228事件爆发以后 台湾新生报顺应名义 报道各地228事件的消息 并采中日文对照 台湾新生报也趁机恢复了日文版 吴金恋在3月12日到报社上班时 被一辆黑头车到报社 把他强行带走一去不回 承宜在1947年3月13日 承报给蒋介石的 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上 指控阮朝日跟吴金恋的坠机之一 就是利用报纸从事煽动群众 挑拨离间军民情感 其实台湾新生报 只是在228事件期间 散尽了媒体传播的责任 忠实报道血案的情况而已 但还是被承宜视为眼中钉 引来了杀身之祸 这批被害的新闻界人士中 还包含人民导报前社长宋斐如 他是农家子弟出身 从台北商工学校毕业以后 不愿当日本之下的二等公民 依然进入北京大学工读经济系 毕业以后在北大任教 1937年他在中国汉口 成立战时日本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是由党政军团 各界人士共同组织的 他热心党务工作 还曾经担任中央设计局 台湾调查委员会的专门委员 蒋介石还送了他一张预照 给我们的斐如同志当作纪念 一般人可是想要还没有哦 1945年日本投降 宋斐如返台被任命为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 是高级官员里面唯一的台籍人士 他为人正职 在办公之余发行人民导报 批评时政揭发弊端 同时指出中国的封建思维 导致政治干预司法 对民主人权造成严重扭曲 这样的批评言论 当然让陈寅很不开心 陈寅向蒋介石指控 宋斐如的罪状之一就是 利用报纸批评政府施政 竭力暴露政令落点 1947年3月11日 宋斐如在家里面被持枪的便衣带走 从此下落不明 一个有报复的教育家 有宏观视野的新闻人才就此消逝 而台湾省参议员王天登 也在228事件时被逮捕 他担任参议员期间 直言敢说 问证风格犀利 常揭露当局不法 曾经揭发贸易局和专卖局两位局长 暗扛数千万元台币的接收物资 还揭发专卖局长独吞70公斤鸦片 私下运到香港变卖等机关乱象 被称为铁面议员 228事件发生以后 他担任228事件处理委会的委员 还被选为宣传组长 草拟32条处理大纲 公布后又因为外界纷扰而增加了10条 变成了42条处理大纲 但根据学者研究 这是有心人士加的 目的是为了要合理化 正当化同治政权后续的倾向镇压 3月7日晚上 王天登跟其他代表去找陈怡 提出处理大纲 陈怡当场拒绝 王天登离开以后 马上去电台广播处理大纲的内容 还有被陈怡拒绝的详情 让他被列为阴谋叛乱首要 3月11日清晨 他在家里面被逮捕 从此失踪 画面上就是当时王天登 所任职的台湾省参议会 也就是现在的228国家纪念馆 当时想要提出政治改革的名义代表 不只有王天登而已 时任台湾省参议员 和自宪国大代表的林联中 以及台北市律师公会的会长李瑞翰 这也必须要讲一下 228事件发生以后 各界召开了联席会议 提出改革长官公署 实施省县市长民选等要求 联席会推派林联中为代表 前往台北交涉 他到北上前曾经告诉女儿林姓珍 现在社会发生了一些问题 爸爸是国大代表 要赶去台北开会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姓珍你要乖乖在家和妈妈顾家哦 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但没想到这是林联中最后的遗言 他北上后就住在好友李瑞和家中 原来3月10日就要回家的 但却因为戒严交通断绝 只能继续留在李瑞翰家中 李瑞翰是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 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试及格 1930年在台北市永乐丁开业 担任辩护士 也就是现在的律师 日本战败以后 他当选台北市律师公会的会长 他总是抱着同理心处理受委托的案件 在淫妇产科跟金龙药塞司令 史洪熙妇人的医疗纠纷诉讼案中 他跟弟弟李瑞峰担任被告 迎战辩护律师 最后法院判决淫妇产科胜诉 因此得罪了史洪熙 也为后来228的受难埋下了伏笔 对于新的时局 他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一样 抱持着希望跟期待 228事件以后 因为当时陈一对外表示 欢迎各界提出新格意见 所以他在3月初 与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的身份 召开会议检讨时局 提出改革建议 建议书内容包括司法独立 任用本省人等务实言论 3月10日接近傍晚时 他和弟弟李瑞翰 林连宗在家里聊天 他的妻子邱几妹 把邻居送来的两尾鱿鱼 组成鱿鱼粥准备招待大家 突然有自称宪兵帝氏团团长的人 说要找两兄弟 说长官请你们去开会 林连宗也被一并带走 三人一去不回 只剩下那锅煮好 却没有人吃的鱿鱼粥 李瑞翰的孙女李慧君 从小就不知道父母过世的原因 直到要到美国留学的前一晚 才得知祖父被消失的意外 他印象深刻的是 小时候祖母被不懂事的小孙子问道 为什么基督徒不扫墓 于是一群大人带着小孩 到观音山假装扫墓 最后已找不到坟墓收藏 长大后才知道 原来祖父在228事件失踪 根本就眉目可以少 李家后来也把李瑞翰 李瑞峰两兄弟 被抓的3月10日当作忌日 每年这个时候 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吃鱿鱼粥 共同怀念逝去的仙人 这场清香行动 很少的台湾各处 凡是被怀疑跟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有接触有关联的 都会被扣上造反的帽子 一旦被扣上了这顶帽子 不管身份地位有多高也救不了你 也因为清香是在戒严下进行 所以除了关闭报社和广播电台以外 连被怀疑跟抗议事件有关的学校 也都会被迫关闭 1947年3月13日起 景中仪思想反动 言论荒谬 诋毁政府 煽动暴乱之主要力量 查封人民导报 明报 大明报 中外日报等报社 画面中的严平中学 前身是严平学院 就是当时被查进的学校之一 1947年3月20日 创校5个多月的严平学院 也被景中仪 一部分学生参加叛乱 叔叔无法为理由遭到查封 228事件以后 校方为副校奔走 1948年9月 以严平高中补习学校的名义副校 到1953年才在建国南路上 重建了严平中学 228事件的悲剧 不只让台湾社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也对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让台湾失去了不少精英 这对台湾未来的发展 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北部 在清乡绥静之下的无辜受难民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licos 一度在的视频说 希望能不能够 让连工卖和病人 前世人出现 智能 特殊